Excel 求斜率、拮据、slope函数、intercept函数 有意数列如何求得其斜率与拮据 至少需要两点才能连成一直线 首先插入一栏斜率 一栏拮据 与斜率储存隔插入函数 S L O P E slope函数 传回特定资料点支线性回归线的斜率 点选确定 None Ys 选取 Y 数列 None Xs 选取 X 数列 点选确定 即求得斜率为2 与拮据储存隔插入函数 I N T E R C E P T Intercept函数 计算出直线将与Y 轴交汇的点 即拮据 即拮据 点选确定 None Ys 选取 Y 数列 None Xs 选取 X 数列 点选确定 即求得拮据为1 斜率2 斜率2 拮据1 方程式则为 Y 等于2 X 加1 也可输入 X 求得 Y Y 等于斜率乘上 X 再加上拮据 再加上拮据 如输入 X 为6 即自动求得 Y 值为13 Y 等于2 X 加1 则 X 等于 Y 减1 再除以2 也可输入 Y 求得 X X 等于 Y 减1 再除以2 如输入 Y 为13 即自动求得 X 值为6 我们也可以结合模拟分析来计算 先删除非公式之数值 Y 等于 2 X 加1 点选资料 模拟分析 目标搜寻 目标储存格点选公式之储存格 即E5 目搜寻资料 目标值如输入13 变数储存格点选 X 值 即D5 点选确定 则求得 Y 为目标值时 X 值为多少 点选确定 X 等于 Y 减1 再除以2 点选模拟分析 目标搜寻 目标储存格点选公式之储存格 即G5 目标值如输入6 变数储存格点选 Y 值 即H5 点选确定 则求得 X 为目标值时 Y 值为多少